看到标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交叉 因为广东话方面的媒体都有个问题 很多字或者词语是不能用的 之前我拿了很多东西 累积了这么多试经验 现在知道避忌卫在哪里,就嘟嘟嘟 这部电影叫《克丽斯提杀人网站》 至于详细的内容,就自己上网查 我纯粹是这样看的 至于他的制作,或者是怎样 后面的演员,我不懂 我纯粹当一个娱乐爽片看了算 总之他的大志郎就说 有个暗网里的邪教组织 他们要找些美女、身家富有 他们认为目标的女子大学生 就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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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女主那样,开始说死命逃走 想办法联络外面,报警,找人帮忙救助 但就会发现他的生活历程变化 因为一晚之内,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他就看着学校的Secure,维修工 逐个逐个在面前被杀 他逃避死了一天,只有几个工作人员 除了他死了 最后就说男朋友不放心,过去学校 就回去看他 探他 男朋友一回到下 一夜被人兑死了 在学校里面,外面又倾门大雨 车被弄坏了,没有车走 他就困兽斗了,跟那四个人 到他男朋友死了这下,他终于 领悟到觉醒了 他之前不停逃跑 反而令到那几个人更加享受一个猎杀的过程 跑啦,跑啦,我来追你 他们更加享受 还看着身边的人 在其他几个逐个在面前死了 在这下就是说,原来我只是顾着去逃亡 找外面的求救 原来其实求人不如求己 最实际是怎样 自己还拖 我原来一直是一个,这个女子本来是一个 乖乖的女儿,品学兼优 但问题是,家里比较窮 这样子就没钱回去啦,机票贵嘛 所以楼子又哭 他这下突然发现 喂 很聪明女来的 说读书运动 全财的 你几条弹散 你分开的时候,和你单对单只抽 那需要对你这个磨理非,那么仁慈 当然是和他玩私 这个情况,结果他就慢慢逐步逐步来啦 第一个被他 一时怒火攻心,用车堆死了 因为撞了车,他就没得出去啦 第二个被他,他发现 咦,原来要不凶狠就滚了 所以第二个怎样呢 他用他熟悉的环境,在泳池里 捅他一刀拖落泳池 浸你不死都放血放死你 哇,到第三个了,开始熟悉了 凶狠了 刺小支狼牙棒 有起钉的 扔东西在喉口上,第三个被他搞定了 三个被他搞定了 最后剩下女儿 他就拿了第三个杀手的 电话 见女儿发信息,说走啦 是不是杀了他啦 他还更厉害了 就是用一些化学品,用去的试色 拌一拌在这 一拼在这裏 一瓶粉 然后 女儿上下刀 发杯水过去,整个烧着 力液啃啦,我不知道是不是水 烧鬼死去了 收了一宫 那就是这件事啦 所以有时就说,在一些环境之下 迫住的时候 就不是用 一般那种 硬膠的手法 我们是不应该伤害别人的 就问他说 他现在困兽斗嘛 没人救都可以 正如那个杀手 他们都经常用一个试试 没有上带和法律可以救到你了 你正在试试的啦 你试试包 慢慢屈试 一个没有环境 那些人有求救不了 自救咯 这些时候就不到你讲了什么 那么多道理呀 你还要去找人救你呀 谁来救你呀 之前那些死鬼卖了 就算想救你 你也要 自己努力点 自补了 别人才能救到你 前面依赖别人救他 结果我这群人死了 所以有时的人想人救你 也要自己努力 就不要 不要这么躺平啦 你这么硬架 不动 只是一块 一块饭 人家救你 那些死鬼卖了 人家何必呢 啊